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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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李宗盛 老梁啊 聽說我已經生完很久了 對啊對啊 你生不出來啊 因為我的育兒方針跟你是不一樣的 哪裡不一樣 因為你是養胎不養肉嘛 意思說你這一胎是摩胎囉 純養肉 我跟你講 這本書送給你了 這個 對…希望你可以養胎不養肉 對… 養肉不養胎 什麼 怎麼還不噴它 我剛剛翻閱了這本書 我看一下… 這個不是工具書 這個應該是跟小茉莉那一本 擺在同一個架子 育部這種可以嗎 而且今天徐小可來 妳這一本書要氣死他嗎 小茉莉也很正 讓你看看嘛 搞不好大嫂用得到 就告訴大家 懷孕期間怎麼樣可以養胎不養肉 對 要教你越吃越瘦 是 二大書店都有啦 舊與新知一定要來高官一下 對不對 是 但是呢 本人也是不免俗的有簽書會 有的… 有的… 沒受得了啊 有… 在六月嗎… 而且… 而且簽書會 天啊 有 你說比基尼嗎 這一套… 這一套… 很擔心沒有人來 所以拜託… 我很開始做惡夢 就是簽書會 但是沒有人來 怎麼可能 以前我們景行聽男孩簽照會的時候 我們也是做同樣的夢啊 你們後來是有… 包遊覽是不是 有人來 有人… 來 7月26日在台北 然後8月9號 中午11點到12點台中 下午3點到4點在高雄 北中南都有棒 拜託拜託一定要來 一定要來 今天就要聊聊什麼 聊那個懷孕的時候 有很多的事情 對 我們今天就請到了 懷孕的時候 跟螃蟹一樣 都是打橫著走的 我們的三位女人團 歡迎… 聽不怕聽的話 就怕女人懷孕 我們聯合國新男 懷孕是唯一一件 只有女人才能做的事 但是對於這份天池 可不是每個女人 都能輕鬆勝任 有人會變得愛哭 有人會變得愛吃 到底怎樣 才能自在度過孕期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牆 很多孕婦懷孕 孕婦懷孕的時候 會突然今天想要吃這個 想要吃那個 你們有嗎 那時候特別喜歡吃一個東西 叫做冰淇淋 因為你知道孕婦懷孕 真的 對… 跟我老婆一樣 我也是 我五到七個月的時候 就不誇張 我就去那個 H牌的那個 冰淇淋店 蟹挖了兩桶 大桶 而且蟹挖好吃 你知道那個比利斯 巧克力 草莓起司蛋糕 那個甜的 而且我覺得你生完之後 底堡現在三歲 對 我跟你講 天生真的真的戒不掉 你知道嗎 我就那時候很愛吃 然後 其實是非常不好 但是我沒辦法 因為我那時候體溫非常高 很熱對不對 本來家裡冷氣可以開25度就OK 是 但是我懷孕那時候 開到20度我都還熱 我還有蓋被子的 然後我老公就一個人抱著被子 一直放他抖 因為太冷了 結果我果不起來 產檢的時候 所以我吃就跟我 五到六個月的時候 那是你第一次懷孕就是這樣子 礦石吃冰淇淋嗎 還沒有第二次懷孕 你想怎麼樣 你現在沒有懷孕喔 沒有 那我餵很久了 這麼久 我跟你講各位觀眾朋友 為什麼杜莉會 會 會 會覺得她懷孕呢 因為我們上禮拜錄了一集 吃美食的 對 朱欣怡 對 從頭到尾 都沒有講過一句話 對 就是不停在吃 吃 你這樣對嗎 你要做點效果嗎 那就是懷孕啦 不是 欣怡 你大概什麼時候 大概 沒有 她吃的有多誇張 妳知道嗎 請看VCR 喂 還真的走出來 小優不能吃太鹹喔 請問妳 以後就沒有哏耶 她比較軟 所以如果妳放她 就把妳的味道 不好意思 這個是很道地的嗎 是熱的 所以很加風 加鹿梨 然後還有一些沙沙醬 而且他們的沙醬偏酸 然後呢吃起來就 然後也帶一點辣 所以就會覺得 很像要吃這個的 綜合版 妳們感覺口感超厲害的 因為 不是 欣怡妳會不會吃太多 因為剛剛其實給妳 滿大一碗的 所以我 我很不好意思 妳知道我很尷尬 妳知道羅馬 不是一天造成的 妳知道我很尷尬 妳可以這樣子真的不行 她說她現在這樣子 戲約反而更多 奇怪了 看起來像懷孕的話 戲約更多 搞不好缺了很多孕婦的角色 真的 沒有人演 你知道我缺 妳是不是因為真的未滿 三個月不能講 沒有啊 要吹肚子嗎 妳剛剛說吃冰 因為我老婆很愛吃冰 她是從來不開冷氣的人 她可以到36度 37度 是不開冷氣 太誇張了 她可以吃的 我老婆可以 她做桑拿 她不熱的 她不會怕熱的 但是她一懷孕之後 她每天 每天妳是吃冰淇淋 她不吃喜歡有口味的 寒冰塊 不然就是去那個什麼 以前她去那種 人家那種威士忌 那種就是7-11裡面 不是有賣那種 一盒一盒那種冰塊嗎 有沒有 她買回去一口一口用寒的 我們以為 懷孕是不能夠吃冰的 可是我就問醫生 醫生說其實 那個 只要 對 沒錯 什麼都能吃 是…這樣子的 什麼都能吃 但不能吃過量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這樣 一直吃冰 結果敵寶氣管真的不是很好 吃冰是會影響到什麼 會影響 尤其是後期7到9個月的時候 我表姐懷孕很喜歡吃 酸黃瓜 加那個 是一起吃的就是那個 那個 好奇怪 好奇怪的東西 很奇怪 你不覺得嗎 但是 她開心 你開心就好 她分開還不奇怪 她說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因為他們國外沒有蜜餞 然後我們蜜餞就是酸甜酸甜 可是美國的話 美國花生醬很可怕耶 就是花生醬 超甜耶 超甜的 哪一種大的哪一種刷黃瓜 對 大的哪一種 像豪斯多買的那一種 然後就把一整隻這樣子 挖一口 花生醬 好好吃 那很開心 問題是 如果你要這樣子瘋狂的吃 好 那我就這樣子可以接受 但是你們不要影響到我們 正常的人要吃的東西就好 有嗎 他吃他的 看他吃那麼噁心的東西 我們會覺得奇怪 你幹嘛要這樣子吃 但是我們吃到一些簡單的 例如說漢堡 或是披薩 他就說 真的會 因為最大的味 那時候你知道生寶寶 那個心情一擦寶寶就會影響 而且味覺會完全都變不一樣 對 我那時候聞到魚 煎魚的味就很想吐 就一直做藕 真的 真的會 不一樣 每個人不一樣 馬丁你有碰過這樣的狀況嗎 你老婆在懷孕的時候 我老婆本來她就是不愛吃甜點 甜的東西 她超級不愛 我懂 我懂 什麼都是無糖 跟小柔一樣 可是一懷孕了 她就變成超級愛吃甜的 對 然後不管是什麼 早餐 中午 晚餐後 全部都要甜點 每一餐都要甜點 那有沒有胖很多 沒有啊 其實她還好啦 她應該是她那個 Metalism是很好的 你要不要講事實 所以其實還好啦 會怕喔 你昨天不是這樣講嗎 老婆會看 不知道 我沒有量她的其中 不知道 而且她很漂亮 那你大概只想給她 對 你有沒有補這一句 你會怕喔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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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在家裡拿著口袋的湯 我們找一個比較誠實的 來 烏考特 那個時候她早餐 午餐 晚餐 都可以吃那個雞蛋糕 還有吃那個麵包 而且台灣的那個麵包都很甜 對不對 對 一次一次吃 我就回到家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雞蛋糕 差不多吃到一半 然後我在上去樓上 我再下來 一直吃 這樣子我又會覺得很捨不得 因為這麼甜 就會一直有微酸 微酸 所以她吃完了 又會跑去吐 然後吐回來 又肚子餓了 又再開始吃 繼續吃 對啊 還有那個花生醬 像妳剛才講的 她不用賠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我很怕她水腫 所以我出去 我買那個花生醬的時候 好貼心喔 好貼心喔 超聰明 很貼心的 你可你老婆懷孕的時候呢 我老婆懷孕的時候的問題是 她也是很想吃東西 但是每一次她不知道想吃什麼 就是很麻煩的東西 但是她沒有特別告訴你 她想要吃什麼 沒有 沒有 有一次我跟她講 你要吃台灣菜 她說我不要 她說你要吃法國菜嗎 她說也不要 她說 台國菜嗎 她說她也不要 她說好 我知道 要給你吃瑞典的菜 她說喔 OK 然後又去她 我們又去IKEA吃飯 再發現 IKEA最有名的瑞典的菜 是在IKEA買不到對不對 最好吃就可以在那邊買 但還好 還好 但有一點驚喜 這不知道了 但是OK啦 她開始吃飯以後會很開心 但是我有個朋友 她懷孕之後 到了七個月胃口大開耶 是喔 對 她去吃鐵板燒好恐怖喔 這朋友該不會就是我吧 就我嗎 就是我 連殘子都吃了 那個時候因為呢 我剛懷孕的時候 那個小康哥 頭中康 小康哥 他有跟我講說 花柔 我告訴你 大概過七個月之後 你就非常喜歡白飯 但是因為我們這種做女星的 白飯其實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天敵 我們不可能吃白飯 所以我就希望說 我在懷孕的過程呢 盡量不要碰澱粉 可是妳越這樣子想 我跟你講是事與於願違 真的 我就跟我老公去吃 但是有一天就說 有一天就說 Baby要吃什麼 就跟那個妮可的那個 老婆一樣要吃什麼 我說都可以啊 隨便啊 然後就問到最後 不然吃鐵板燒好了 最簡單 進去都有前菜 然後煮菜什麼的 都已經包了 我說好啊... 我就默默的 後來那天我還有跟我老公講 我說我大概幾個小時 大概一個半小時裡面 全部都包的那種 因為所謂的四個全餐 是四份的蔬菜 四份的肉 四份的米飯 蔬菜應該八份吧 因為有豆芽跟一個家 對有豆莉菜 是八份的 然後後來他們就...後來 中間還有兩個是海陸的 妳吃得完 假的 而且我吃到白飯喔 就是他們...他們的老闆 還是他們的主任還是什麼的 他就說黃小姐 是不是一直跟你上錯餐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吃到老闆去洗米了 沒有米了 然後旁邊的那個 在煮的那個師傅就一直... 剝菜... 因為... 因為本來 比如師傅他們在煮的時候 一定是往人多的地方嘛 對 然後後來那個主廚 四個全餐 要一直送過來是不是 我大概後來 白飯我應該續了八碗吧 八碗... 就是那個真的碗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 而且我就... 而且我是... 我不是那種 就是一直這樣大口吃 沒有 我是很慢的這樣 咚咚咚咚 吃吃吃 然後我老公上完廁所 他就說要走了嗎 我就說沒有... 然後我剛剛又叫了一個... 一個海鹿 天啊 然後傳說中 吃白飯的鬼出來了 但是... 但是小可你呢 你現在第三胎 你有這樣子嗎 我覺得孕婦最... 真的最愛的就是白飯跟麵 麵包 麵食 而且還有甜的 這是沒有辦法 孕婦沒有辦法抵抗的 我那時候吃白飯啊 我是最喜歡到 我以前不到... 你不要說那時候 是你現在嗎 我現在比較克制 但是我... 大家看得出來 他現在懷孕嗎 看得出來啊 看不出來 我剛剛還跟他說 你今天怎麼看起來特別瘦 好瘦 他就是很適合懷孕的人啊 哪看得出來啊 都不知道到底懷了還是生了 對... 第一胎的時候比較誇張 第一胎的時候 我最喜歡到自助餐去吃飯 因為自助餐不用錢 對... 你就可以一直吃 然後半夜的時候 我就叫我老公 帶我去吃青棕小菜 因為青棕小菜也不用錢 太好吃 然後有的時候我老公如果他帶我 他例如說他真的想要去吃牛肉麵 沒跳過飯那一團 我就回家用大同殿鍋蒸飯 然後放一個絲目魚肚淋醬油 我就一個人拔掉插頭 抱著大同殿鍋吃 就是這樣吃 然後一個晚上 我不是要三碗 那個生米煮成的白飯三碗 我媽媽生了三個小孩 然後他每一個 他就是從一開始很愛吃甜的 生完了第一個就繼續吃第二個 第三個 他都沒有停在吃甜的 他從一開始到現在 他胖了四十幾公斤 多了四十幾公斤 多了一個人 生三個 生三個 每一個十公斤 生完再加一個十公斤的起司蛋糕 在很多年累積 請問你爸爸依然愛你媽媽嗎 我爸爸這樣這麼說啊 那我就想說 我就知道相信他 我就知道相信他 場面還就要做啦 那我們現在請七位型男拿出白板 請你們寫出你覺得 現場的四位女明星 她們懷孕時的體重 跟現在差距最大的是誰 沒有 所以現在只有一個 你說懷孕跟卸貨之後 差最多就對了 對 懷孕之後 挺亮板 為什麼這麼多人寫小可